小白 你为什么戴着面具啊 小白姐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千万别告诉小朋友们 什么秘密 什么 那我也戴上面具 你们戴面具干什么 小白姐姐 你也快戴上面具 我不戴 行 你一定要戴 小白 小雪熊妹 上课了 你们还戴着面具干什么 快摘下来 不行 不能摘 不摘就不能上课 那好吧 你们怎么会长胡子 我才知道大宝肯定会消化我们的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戴出胡子了 但是戴上面具 胡子就不会继续长 还有这种事 大宝 你和熊妹小雪小辈一起 把他们长胡子的问题解决掉 再回来上课吧 没问题 凯琳阿姨 你有什么魔法 能让我们脸上的胡子消失吗 我试试看 模拟之力 胡子消失 居然没消失 本来我也帮不了你们了 连凯琳阿姨也帮不了我们 这下怎么办 难道以后要你去找胡子吗 我不想要胡子 小辈兄妹别着急 一定会有办法的 爸爸们也会找胡子 可是他们就能把胡子去掉 不然你们也让爸爸帮忙 去掉胡子 好主意 我们看黑家找爸爸 不行 爸爸试过了 他也去不掉我的胡子 那我只能再想想别的办法了 小辈姐姐小雪姐姐 胡子还是没有去掉 怎么办啊 不对啊熊妹 你明明已经没有胡子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真的吗 我刚才看到还有呢 你看 真的没有了 真是为什么 你刚才都干什么了 我回家让爸爸帮我去掉胡子 爸爸试试试说不行 那时候我也抓了镜子 胡子还在 然后我就跑来找你们了 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最新找胡子的就是熊妹 我觉得 找胡子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一定就在熊妹家 小辈说的对 我们去熊妹家看看 这是凯莉阿姨借给我的魔法解决球 如果熊妹家有什么魔法让你们长胡子 那就能被解决出来 还是解决 解决完成 没有发现魔法元素 看来不是魔法让我们长胡子的 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喵喵喵喵 小辈姐姐你们吃棉花糖吗 好呀 熊妹家的棉花糖最好吃了 我也要 大宝哥哥你要吗 我不要 我不喜欢吃棉花糖 喵喵喵喵喵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会长胡子了 为什么 大宝哥哥你快说 因为棉花糖 你们长胡子之前是不是吃了棉花糖 没错 可是棉花糖会让人长胡子吗 棉花糖不会 可是除了棉花糖不擦嘴就会 你们脸上的不是胡子 是脸上沾棉花糖之后变脏了 对了 我刚才找完箭子之后洗脸了 一定是把脸上的棉花糖洗掉了 所以看起来胡子就像湿了 原来是这样 我明年去洗脸 小朋友们 吃完东西 要记得擦嘴喵 下期再见吧